时间仅任务重 低轨卫星组网需要部署大量的卫星 这给中国的卫星产业提出了挑战 以往的卫星制造成本高周期长 那如何适应现阶段大规模的组网带来的挑战呢 我们继续来看调研 在北京银河航天 我们见到了工程师林广荣 他告诉我们 发展低轨卫星互联网 需要不断提升卫星批量研制的能力 未来甚至需要具备每年发射数百颗 甚至上千颗卫星的能力 当前具备多种功能 载轨寿命长的大型卫星 不能满足未来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需求 低成本 批量化 是他们现在的研制方向 您看到前面这颗卫星的话 它的一般发射的方式是 在火箭的枕头罩里 会有一个成立桶 周围有可能像挂烤鸭一样 挂了几个在周边 所以它实际上挂不了太多 中间占了很大的空间和重量 但像这种的话 相当于是我可以利用这种 金属一次性压筑成型 在火箭发射的时候 也可以多星堆叠 来够降低它的发射成本 大概能降到一个什么样子 像这颗星批产的时候 我们其实比我们之前的成本 已经基本上降了超过一半了 林广蓉告诉我们 以往由于没有需求 卫星的批量化生产并没有动力 随着我国卫星大规模组网的实施 他们也进行了卫星批量化生产的布局 目前我国已经部署了多个卫星 智慧工厂 原性卫星投资的上海格斯航天 负责千番星座卫星的制造 年产量预计可达300克